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11月28日宣布 中国首例雪豹超生乳化白内障治疗手术 在西宁成功实施 此次接受白内障手术的雪豹 于2019年年初救护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 系一支高龄雄性雪豹 因收治时正逢24节气中大寒 故为其起名为灵寒 2019年的1月20号 我们西宁野生动物园 也就是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接受到了一支雪豹 这支雪豹是在咱们玉树藏族自治州 由当地的牧民在自己家附近发现的 受伤瘫倒在地 然后没有动弹 当时接受到这支雪豹的时候 看到状态是非常的差 体重大概只有50多斤 然后身上的背毛非常的凌乱 然后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然后包括它的头上鼻子部位 然后还有后背都有一些明显的外伤 后经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团队 对灵寒进行体检后发现 雪豹灵寒右眼有明显白内障 市民两年左右 左眼有明显外伤 在决定对其进行康复调养后 以便对其右眼白内障进行手术治疗 此次雪豹白内障治疗手术 于本月26日开始实施 经历雪豹转运 麻醉 超生乳化白内障吸除 安装人工晶体等环节 整台手术耗时6小时 而后27日为雪豹灵寒术后观察日 现在我们用的白内障的治疗技术 其实在我们兽医临床 是已经很广泛的在使用了 但是在雪豹的话 因为我们也查过相关资料 反正按照现在我们调查的 这个资料的背景来看 我们还没有看到先例 这一次我们对于雪豹的 这个眼科的这些测量 我们积累这些数据 对今后我们治疗 因为从这个来看的话 雪豹之间打斗 是经常会造成眼部的损伤的 所以以后对眼睛的治疗 应该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我们有了这些 这个基础的数据 对我们将来的工作 是很有帮助的 据小姐 接下来一月 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 雪豹护理团队 将对凌寒眼部 实施每天不少于6次的药物冲洗 并密切观察其恢复情况 择机进行复查 其新章表示 凌寒牙齿磨损 脱落严重 以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 就治完成后 将根据野生动物收容管理办法规定 上报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一调配 雪豹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 与否的气压剂之称 1996年 中国宾威动物红皮疏 已将其列为宾威物种 目前中国是全球雪豹最大分布国 涵盖其60%的栖息地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